校園大混戰,私生教官胡偶遇40傷 8月24日,湖南龍山縣人民醫院突然湧入大量傷者 看看這一地的血跡,再加上這一身的迷彩服 難道是軍民衝突? 是就是衝突,但原來是龍山縣黃瘡中學的校園發生大混戰 據目擊學生所說,24日早上一班參與新生軍訓的高中學生 因為得罪了教官而受罰掌上壓 當中有做不到的人竟然被教官用腳踩 而班主任見勢息不對,於是就上前為學生求情 但想不到的是,教官竟然連老師都打 眼見自己老師仗義執言,反而被打 一班學生就一於群起反攻 據說,現場不少其他教官亦隨即參與互吐 場面失控,以一片混亂 我不妥理,可以逗你 我不喜歡你,可以逗你 什麼時候都說不要用暴力 這次群偶傷了40多人 班主任重傷 有學校方工作人員說,這班教官不是正規軍人 只是當地人民武裝部派來 當地公安局和教育局已經在處理這件事 我們死去了 我們死到來了 我們死去,快點馬ENS 我們死去,快點來 還是和我們死去,快點來 看吧 赴程指定